由于书星,张灵鹤主演的《云之雨》正在热播 剧中三对CP,公子与云为山 公上脚上关浅,公子伤惊凡 各有各的看点,但最好刻的还是夜色上浅 CP,公上脚和上关浅 他们一见钟情,却又极力克制,相互算计 在清醒中沉沦,在沉沦中极限拉扯 杜鹃花的花语是,我只属于你 而白色杜鹃花的花语则是,被爱得欣喜 上关浅为何要在脚宫种上杜鹃花 而公上脚为何偏偏留下了,白色杜鹃花 还有公远征怀疑上关浅下毒 从而被公上脚误伤,背后的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 上关浅种花的直接原因,是雨宫的兰花开了 他看到后就和几个是女芒或者 在清冷的脚宫种上杜鹃花 上关浅这么做,向公上脚暗示 我只属于你,只是其一 脚宫和雨宫,虽然同属宫门 但也存在着竞争关系 宫上脚一贯看不上,自小顽固的公子雨 但公子雨之前,尚有父兄撑腰 下有姨娘呵护 她虽然不着调,但雨宫之内热闹温馨 和清冷的脚宫形成鲜明的对比 庭院中的花草在某种程度上 可以说是家庭状态的彰显 雨宫之所以,一直都有新鲜的兰花 曾经是因为有兰夫人 现在是因为有雾姬夫人 而脚宫在林夫人去世前,也种满了花草 如今却是清冷估计 上官前种上杜鹃花 是想告诉公上脚 雨宫有的,脚宫也会有 别人有的,你也会有 脚宫有了女主人打理 公上脚也有了,妻子陪伴关怀 公上脚正是知道了 上官前的用意 哪怕她清楚她另有目的 还是留下了白色杜鹃花 表达她被爱的欣喜 上官前的表现可以说 无懈可击 她进入脚宫后 对公上脚的揣度试探 都非常精准 并且恰到好处 但是公上脚的态度呢 她在怀疑上官前的时候 还是不忘在下人面前 维护她的权威 在弟弟面前给她夫人的体面 然而不管上官前表现的 如何完美 公上脚对她如何维护 公上脚从来没有打消 对上官前的怀疑 公远征因为自己的暗器囊带丢失 引发了和上官前的第一次交锋 结局当然是以弟弟的失败告终 当时公上脚就教育弟弟 狮子在没有绝对把握的时候 都会握于草丛 静如磐石 这不仅是教育公远征 更是公上脚的做法 公上脚从始至终 就知道上官前的身份有问题 就像她清楚云维山有问题一样 因此 她才会几次三番地提醒 上官前手脚干净 不要走错路 之后上官前去安慰 因为想起朗弟弟 而伤心的公上脚 她发现了上官前 不同常人的体温 并判断出她不是生病就是中毒 其实这个时候 公上脚就已经知道 上官前是中毒了 但上官前已风寒遮掩过去 这才有了公上脚给她令牌之事 如果是生病 公上脚直接安排医师 来脚工看诊即可 但她将令牌给了上官前 并让她自己去取药 就是为了看看 上官前会出什么证 这枚令牌的背后 不是信任 而是试探 龚远征正是知道了 公上脚的用意 才会仔细查看 上官前取的两副药 她知道哥哥对 上官前一直有疑心 才会紧张上官前的行为 是否会伤害到哥哥 当发现那两副药会凑成毒药后 龚远征都顾不上告诉公上脚 直接将碗打飞 公上脚下意识打上来者的行为 也反映出她的身体 一直处于备战状态 和上官前的相处 并不像表面上的那么云淡风轻 公上脚清楚上官前 存在的危险性 上官前也了解 公上觉得很辣决绝 他们都以为自己是猎人 对方是猎物 明知危险 却都觉得自己能赢 最后在清醒里一点点沉沦 公上脚在公家 一直是不被偏爱的那一个 除了弟弟公远征 其他人对他这年来的付出 都看作是理所应当 他很强 是公门同一代人里 最先闯过试炼的 可执任和长老 却把少主的位子 给了公换雨 明明一心为家族 尽心尽力守护公门 可最后那群人 却将执任位置给了公子雨 常年的杀法很厉 让公上脚性格越发冷酷阴沉 这也让很多人都对他退避三胜 唯独上官前除外 他闯进了他的生活 目的明确 只为他 无论是执任 少主 受宠的小儿子 他都没看过他们一眼 自始至终 他看向的只有公上脚 要知道一直以来 公上脚身边只有弟弟 如今终于有其他人坚定选择他 把他视为唯一 这是他不能抗拒的惊喜 即使是带着目的 另有所图 即使是虚假的坚定 他依然贪恋这份偏爱 一个人在黑暗里独行太久了 哪怕对面向他伸出的这只手 握着利刃尖刀 他也忍不住想要回窝一下 感受片刻被牵住的温度 哪怕这短暂的温度 会划伤他 会要了他的命 他也想试一试 公上脚与上官前的相处 更像是一种较量 比的就是 谁最先妥协动心 他们都自以为是猎手 都有征服对方的野心 傲娇地认为 自己可以驯服对方 让对方一点点沦陷 本以为是在必得 可他们还是不可抑制地 对猎物产生了感情 公上脚在上官前 有一时干预下 一点点打破他的规矩 吃肉 种花 研磨 而上官前也更加 关注公上觉得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一个欢喜于对自己的在意和上心 一个欢喜于对自己的特别和偏爱 两人一边克制画界线 一边深陷其中 因为执任和少主的突然离世 公上脚认为 娶妻生子 为公门绵延子嗣 是他的责任 但之所以会选中上官前 一个是好奇 想试探出对方身份 另一个也是想着 若对方身份有益 放在身边也能更好地监控 他默许上官前的靠近 却又不时提醒他 让他远是非 别动别的心思 似乎也是在告诉他 只要按他说的去做 无论他是谁 他都能当户他周全 也能一直好好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 公上觉得这份在乎 从来都不是什么情深意重 非清不可的爱 而上官前亦是如此 正是他们的太过清醒 总希望两人的甜蜜 可以多一些 他们的前半身过得压抑 如果有一个美好的结局 能弥补不少遗憾 相比起公子宇的恋爱脑 其实公上脚是丝毫不差 为什么这么说 新的剧情中 云维山 和公子宇出宫门去过上元节 我们可以看到宫门之内 发生了两件事 一件事就是公远征差点 被公上脚给杀了 起因是因为公远征 从上官前抓的药方中查到了 其中几位要凑在一起就是剧毒 他怀疑上官前给公上脚下毒 于是感到阻止 却被公上脚捡起 一块瓷片给刺穿心脏 危在旦夕 好在最终他抢救了回来 保住了一命 不得不说的是公上脚 真的是狠啊 公远征也真的是倒霉 至于上官前 则是真的幸运 毕竟公远征是为了 自己的哥哥的小命着想 所以才会急着出手阻止 而事后公上脚调查了 那碗中没有毒 但多少对于上官前 应该是有所怀疑的吧 他难道还要抓贼拿脏不成 其实说白了此时的他 已经有一些爱上上官前了 所以以至于没有对他如何 即便这一次他没有出手 抓了上官前 不久后发生的事情 却令他不得不抓了上官前 那就是明雾鸡被刺杀了 而当时上官前穿着夜行衣 蒙着脸 和花公子交手之后 被他重伤 之后他逃回脚宫 公上脚率兵前来搜索 他却故意用熏香 遮掩自己的血腥味 也正是因为如此 被公上脚怀疑 公上脚在他的房间之内 找到了一滴血 而他也因此被抓起来 被抓起来的上官前被折磨 但可惜他的确不是无名 所以公上脚也始终问不出东西来 只是令人没想到的是后面 上官前居然又躲过一劫 被放了出来 这背后应该是云维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